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汇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山 灿烂时光汇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音题中心 PNN 公民情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网上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视频的节目 能够让大家去理解争议性事件 背后的一些制度性结构性的相关的问题 然后我们不只是在看冲突热闹 其实更重要是我们可以回到门道的部分 来更了解这个事件的本身 以及其后的相关影响 我相信最近这几年 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工作的 劳动的争议 其中有一项非常引发关注的 就是所谓的派遣的劳动 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所谓的国道收费员 他们其实除了在谈到 他们自己的相关的权益之外 其实也非常关注是非典型的劳工的权益 我们知道在雇主 其实最近这几年 在于所谓的节省成本的考量之下 不管是从公务机关 或者是在私人企业当中 应用的派遣工也越来越多 当然他所引发的争议也是越来越大 那在几天前 其实有几十位的台中龙总工作的 在那边工作的一些非典型的派遣工 他们其实在院大厅来进行抗议 抗议这个院方跟承包公司 因为他们长期透过这种 所谓两年或三年的一年的 这种所谓的承揽的 这个所谓的合约的关心 其实让他们全力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包括薪资包括年终奖金 包括特休假的天数 都受到一些非常大的影响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的秘书长 施世青来跟我们谈这样的一个议题 施青你好 你好 管老师你好 大家好 是不是请世青先跟我们稍微的谈一下 你们前几天在台中龙总抗议的这个事件 到底在抗议什么 然后这个龙总跟台中龙总跟派遣工 跟这个万成派遣公司之间 你们是彼此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次抗议行动是由张兴老师 就是东华大学的教授 张兴老师跟温伟律师 跟我一起策划的 那我们这次抗议的诉求就是说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台中龙总跟这个承包商 新公司能够站在一个照顾派遣工的立场上 来跟我们协商把这个劳动条件再改善一下 因为薪资低落 然后年资归零等等的一些 问题造成这个劳工权益的损害 那我们希望说借由一些公开的诉求呢 来跟农总还有公司呢 做一个劳动条件改善的一个沟通 所以你们其实最主要跟这个承包商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万成 是属于万成这个派遣公司所这个所谓的雇员 然后去台中农总工作的吗 这是上一个契约 那今年的契约已经在20号了 这个月20号换新公司 那我们也谈谈万成这个派遣公司的一些问题也可以 因为之前就是万成公司跟农总呢 这个成立这个招标的契约关系 那农总就要求这个万成呢 招揽员工呢 然后驻地在台中农总呢 协助荣总呢 进行被医疗行为的这个作业及工作 那当然那个 以万成跟荣总来讲呢 万成其实也是拿荣总的预算来 雇用这些派遣劳工 然后达到符合荣总的人力需求这样子 所以万成跟荣总已经结束了这个所谓的契约的关系 那现在是换到另外一家公司 可是原本在荣总的这些派遣人员 一样在荣总工作 可是你们的雇主是换了吗 是的 现在换了一家叫做微物公司 那已经在也是在这个月的20号 就是已经开始正式住于荣总 那他们的办公室也在文整大楼的地下二楼 那这是荣总我觉得特别有去更动一项关系 就是之前呢 以之前的招标业务呢 荣总跟万成是劳动派遣的一个招标契约 但是这是荣总为了闪避工会的一种协商地位呢 他这次跟微物公司呢成立的是劳务承揽的招标契约 那这个其实当然这个劳工局可能会一些实质认定啦 那我们目前是在搜证说 其实荣总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但是你只是把明目改变而已 嗯哼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啊 呃员工是一样的 就是这些在台中做的这个工作 劳工是同一批人 然后做的工作也是类似 可是那个雇主居然是换了 而且他永远都不会是隆重 这个这对我们来讲 会不会是一件很很奇妙的事情呢 我想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呃观众朋友 可能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啊 你们我们是派遣 但是我们还是跟着这个派遣公司走 可是哎居然我们在这个医院里面 可是在这个所谓的雇主却是不一样 这是一个派遣的形态 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吗 是的 以我了解是 其实董总把这个劳动 这个外包已经心思有年了 那因为我资历尚钱 那如果问到一些比较资深的同事的话 他们好像从退辅会之前 就有些招标的一些契约 那因为那边我比较不是很了解说 不可能不太敢在这边多谈 那以我在完成了解的是 他们就是三年一月 那三年一月就是在换 会再换新公司 然后新的公司会继续成为这些派遣公的新雇主 那荣总呢 就是他其实就是以一个预算呢 去发包给这些承包公司 那问题是说 其实以我的了解 我自己接触的这些资深同事里面 有的都已经带到二十年的这个资历了 就是在荣总 他们认识医生 认识护理师 认识各个行政员 其实都蛮熟忍的 也不是说好像刚来的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 其实这样一个资历下 以私职来看 应该是 几乎就是属于荣总的员工 那为什么会用荣总 就利用这样的方法呢 否认他们一种叫 长期雇用的关系 那这个牵扯到不定期契约的争议 那这个可能我们也 也在跟荣总有一些讨论 那这个可能是要下礼拜一 一拜二才会慢慢 一件事情把它明朗化 是的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从刚刚谈到的万成 然后到威务这两个公司的这个 转换 那其实也就是换雇主 可是换了雇主之后 你们相关的这个条件 劳动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例如说年资的累计 或者是其他的薪资 有因此而变动吗 因为雇主已经不一样了 是的 就我所知 不仅是在万成跟威务 这样一个转换 从之前的雇主的 因为这个荣总发报 好像也有十多年了 那这样的一个十多年的 不停的转换 那年次就不停的这个归零 那这个 这其实对 对这些资政同事 真的是很无奈也无助 那 就我所知 就刚才所提的 有的同事 已经几乎做了二十年 那到现在还有特休假 跟一些相关的 一些年次累积的相关的权利 都跟我们这些 刚进去的职场菜鸟一样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 跟这些大哥大姐在谈的时候 我觉得team抱不平 对对对 那真的是有点 真的是蛮荒谬的 实质上 他们已经工作十几二十年了 然后也负责 其实在实质上 他们也常常是在教育培训这些 新的这个同事 因为是的 虽然说他是非医疗行为的工作 那其实有些 细节上的一些注意 该注意的 呃该防范的 该去执行的 都还是要 要有他一定的SOP 这样子 是的 嗯所以呃 呃在你们刚刚谈到 刚谈到有所谓的十几二十年的员工 这个已经呆了十几二十年的员工 他们的薪资的状况 薪资的条件呢 也是跟每次都跟新进人员是一样 从从最基础开始帅起吗 是的啊不好意思 我刚才忘了讲 那对没错 因为 以他们现在资方的认定就是说 啊反正我现在就跟你先的新契约 那我们就先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契约的 约定的这个薪资呢 来做 呃 嗯 基本底薪 那 然后 基于年资不会累积 或是累积只能累积到三年 所增加的其实也不多 那当然也不会调薪啊 因为派遣工他就是三年一月 他完全没有一个 呃 劳工成长的 不管是在薪资或者是在一种职位 或者是一种 呃 嗯 各项的一种 常年累积的一些类 类似说 技能培养也 也也不是一个也也不 没办法达到说 哦长年累积的一种效果 所以这个 这个完全对劳工就是一种 非常大损害 几乎近就是等于是剥削了 嗯 你们现在的比较年资呃 在一般的薪资 比较高一点的年资 其实应该也没有做比较高 因为他可能两年三年 就回归零嘛 你们的薪资状况 大概是多少钱呢 跟其他的正式做类似工作的劳工 比起来同样的年资 你们在薪资上面的差距又是什么 好那就我所了解之前在万城是 法定基本薪资两万零八块 但是还要扣除掉劳健保 所以实领大概在一万八一万九左右 就是之前的这个万城的这个合约 那现在微物呢 因为现在法定薪资已经调涨一千块左右 所以也就跟着调涨一千块 其实跟其他的造就 所以其实也没有说所谓的 真的是实质上的一个挑心 那其实这一块我之前跟隆总谈过 我跟副理事长有 有跟隆总有一个 这个算是小型会议 那隆总那时候是释出一个善意说 我们来访假 访假就是说 这个以台中市各大医院 可能中国药学院 那那个澄清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那个劳务员的心思 我们来做一个合理的比对 然后来做一个调整 很适当调整 可是这次七月出来以后 我发现根本也是只需乌有 隆总实在是也是食言而肥 他现在他做的也不是说调性东西 他做的就是把劳务呢改成成懒 就是他躲避这样的一个协商空间 我就觉得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 这样子 你刚刚谈说 换了新的隆 隆总现在的做法 就是把劳务就是原本的雇佣的 这个所谓的派遣的形态 变成成懒 那派遣基本上来讲 跟成懒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种所谓的劳务关系不是吗 是的 其实劳动派遣跟劳务成长确实有不同的关系 那以劳动派遣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劳动部的这张图 我们先不用看它 就这个很简单的这张图 那就是派遣事业就是万成 那要派单位的话就是隆总 那他就是 跟隆总有一个要派契约 要派契约就是招标 招标为外 他就开始找劳工 跟劳工牵进这个劳动契约 然后派驻到隆总 来做执行工作 那在隆总的指挥监督下 完成各项工作 那指挥监督实质上就是讲说 依照医生、护理师 或是相关的行政人员的指示 来完成工作 然后并且遵守医院的工作规则 那如果有过失 就是可规则于员工的过失的话 那可能会有一些惩处 那惩处的话 以我所知是 如果承报上去 然后隆总认定 这个过失 可规则于员工的话 那会惩罚 那个罚金大概会有1000块左右的 上下的一个罚金 是的 那这个所谓的从承染到 刚刚谈到的这种所谓的派遣 在工作条件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 那我刚才就是提到这个派遣以后 那承染的话 就是其实承染很重要一点 就是指挥监督是归谁 这个指挥监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定 那当然老师我跟您讲说 这个劳动派遣的指挥监督是在隆总 那现在他承染就是把指挥监督呢 移到完全归公司管 就好像我们一般的建设公司嘛 他如果说发包工程的话 定做人 例如说他这个 这个人想要盖一个房子 他就要求对方呢 去盖这个 去依照他的设计图或是怎样去做 但是其实在实际上工作的 这个规则及技术上呢 都是由这个建设公司 本身所具有的所提供 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公司套用来隆总的话 那就是说隆总呢 找这公司来做承染 那承染公司呢 他是依照自己的工作规则 专业知识来培养员工 并且在现场呢 只会监督各个员工的执行状况 可是其实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问卷调查 其实这个也要搜证 那 就我所知目前其实整个工作形态 完全是没有改变的 那至于对劳工权益有没有受损 如果是承染的话 那可能这些年资累计 就会真的 以劳动部的解释可能会 可能就没办法 让呃 这么让员工去这么有 强而有力依据法律的诉求来做争取 那现在 现在就是在搜证说 其实他们怎么整个作业的这个流程呢 还是一样 只是在明目上更换了 然后要闪避这样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所谓的劳动派遣也好 或是刚刚谈到承染也好 他本身的这个员工的这个所谓的指挥归属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责任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说 到底他们的这个薪资是有没有办法累计 看起来他是没有办法累计 可是刚刚有谈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些劳工 其实已经工作了一二十年 那现在大概也都是四五十岁 甚至可能年纪更大的一些这些工作者 那这么高这么低的这种所谓的薪资的状况之下 对他们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他们除了要求监察院调查新北市政府在文资保存上的疏失 他们也希望行政院能够正视台大教授刘可强 为了重建乐生所设立的大平台方案 这个方案主要是争取将捷运轨道缩减无轨 在新庄中正路侧进行土方回填 恢复原本的山坡样貌 接着将轨道上方进空以平台工法施作 让捷运能在下方通行 也让热身来养院恢复原有的样貌 大平台方案在当天下午送到了国家发展委员会讨论 最后由国发会副主委曾续正拍板定案正式通过 教育部在今年年中曾经表态 教学兼任助理全面认定为劳固行 但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实质的作为 引起学生团体不满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 台大工会等团体 12月23号到教育部抗议 他们提出 目前有近半数大学的兼任助理不被认定成劳工 助教面对减薪、职灾等都没有受到劳击法的保障 台大工会成员曾志华也说 教学助理的工作包括协助教学、带实验课等等 而且受到上级指挥监督符合雇佣关系认定原则 便应该要认定为劳固行 学生团体痛批教育部说谎 他们诉求必须尽快发公文 让各大学认定教学助理为劳固行 高教司科长吴志伟对此回应 劳固行是政策研议的方向之一 目前还在做问卷调查搜集意见 复兴航空公司宣布停飞、解散已经满一个月 约有1800名员工失业 而资遣费、欠薪等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在第三次强制协商中 工会认为协商进度回到原点 资方将法定的两个月预告工资 拿来包装成资遣费的补偿 同时资方也不愿意回应 工会要求的资遣费 一年一个基数的计算方式 而新航的林孝信、林明生父子 都不愿意亲自出面 这些都引发工会的不满 12月22号 复兴员工从复航母公司 国产实业出发 向国产实业大楼撒名纸 冒着雨一路游行到凯达格兰大道 游行队伍在行经凯道后发动突袭 转往蔡英文官邸 大聘警力严加戒备 拉起层层封锁线 工会喊话 希望总统能拉高层级 处理这件大量解雇案件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刚刚我们看到的大演展这个节目当中呢 其实我们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热身保留运动 我想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社会运动 因为在当时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社运团体进入到热身去参与协助 更重要的是这个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转型正义的概念 这个转型正义它不是在于单纯的这种所谓的政党等等的问题 而是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所谓的现代化过程当中 有很多被牺牲的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在过去的医疗无知的状况 或者是后来的为了捷运的发展 而导致热身月明 他们必须面临到二次的拆迁等等的问题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 又再一次的集结在热身的运动里头 希望重建这个热身大平台 让更多的人去关心这件事情 并且能够去重建热身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再持续关注的一个议题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谈到的是 在前一阵子台中龙总有一群的劳工 他们到这个医院大厅里面去进行抗议 为的就是在于所谓的他们的派遣劳动 等等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的秘书长施世青 施青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在节目的最后 有跟大家提到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承南也好 或是派遣也好 其实他的合约大概是两年三年 甚至有些是一年就这样子一聘 那其实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在实际上面工作的人 其实是一群中高龄的工作者 但是他又是一个中高龄 又是一种低薪 他不只是金平族 他可能是中平族或是老平族 在你自己的接触的经验当中 这样的一种劳动条件 对这些中高龄的工作者 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他们生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是的 根据老师的问题 以我的了解是 在荣总工作这些 五六十岁的 甚至六十几岁的同事中 很多人是因为 其实在经济上有非常急迫的需要 所以他必须接受这样一份工作 那这份工作因为他是派遣 他是一个劳务承拦 所以他的一些年资上的累计 福利的津贴等等 等一些工作条件都被 外包公司给去除掉 造成他们实质上的收入 并没有像一般的正职员工 这么的 基础上并不是一个 非常良好的一个状况 那像我所知道是说 像他们年资累计 在特休假呢 他们没办法累计的话 那当然这个 跟一般正职员工来讲 他们又矮了一节 那还有是他们因为每次都换约 三年都换一次约 那薪资的一个调整呢 相对有限 甚至其实据我所知 是根本是没有增长的啦 就是你工作一、二十年 跟工作一、两年的薪资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所付出的 培育新人呢 却又往往他们自己在承担 这我觉得相对来讲也是不公平 不合理 那还有是说 因为一些补助跟一些津贴呢 補助跟法定津贴在雇主上的认定不明 那有可能造成 我们老公要去申请这个补助或金钱 往往会打回票 就像我之前遇到一个是 请商家的吧 请商家的自身的员工 他们就是跟医院请商家 医院说 你们去跟公司请 因为你们是属于公司的 那他又去提跟公司请的时候 他又说 我们是配合医院 但是现在医院能力不足 可能没办法让你请这个商家 反正就是大家推来推去的 造成这个劳工在权益上的受损 那至于另外在所谓的 这个对于员工生计上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广泛 而且明显的 因为这个长期的低薪 造成他们生活水平的 失职的那种 实在是很低落 那大家只能说 为了三餐温饱 冷气吞声接受这个工作 这是就我所知 来跟你报告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我们知道在 特别在医院里面工作 其实刚刚有谈到这种 所谓的不管是派遣也好 或者是刚刚谈到的承担也好 他其实在劳资争议上面 他其实到底要找谁 恐怕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回到医院的这个角色来讲 好了 虽然这些劳工他们所从事的 并不是直接跟医疗相关 但是他也是一种协助医疗 在这部分 你们需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吗 或者是不管是派遣公司也好 或者是农总也好 会给你们一些专业上面的训练吗 那如果没有这些专业上面的训练 他对于所谓的医生 对于所谓的病人而言 对这些患者而言 他会造成一些影响吗 或者是其实你们只是在帮忙 做一些劳务 一些所谓的工作 并不直接接受到医疗 对患者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回答老师这个问题呢 我分两个层面 以我工作经验是一开始 我的工作会在 一开始会有自身同事带着你做 大概带个三天四天这样 让他们熟悉一些基本的工作 像推病床去恢复室 等待病人 这个开刀完病人的这个休息观察 那个使用 那还有一个是带病人去照X光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这些工作都还算是简单易懂 但是如果说有到清洁 清洁或是一些废弃物处理的话 这个可能就需要一些 观念上的长期培养 那在这个长期培养呢 必须要靠各单位的 护理长护理师的一个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工作环境下 慢慢去养成这样的一个意识 就是说隔离的 你需要去防范 控管那感染的区域 不能让他有扩散的这个疑虑 那以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变成是说 其实派检工一到医院工作的话 其实就是要及时站立 他只能说一边工作一边训练 那当然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公司其实也会定期去召开这个 员工训练的一个训练会议这样子 就是可能用投影片啊 或是一些实地操作 让员工去熟悉一些处理的一个程序 像我们会领化学药品 就是那个癌症病患所使用的这个化学药品 那化学药品它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高风险性的药物 那它如果说有在运送的过程 传送的过程呢 有破损或一些洩漏的情况的话 我们必须要依照一定的程序来处理它 例如说可能要搭起一个封锁线 那我们要穿防护衣 那我们要怎么去通报这样的一个训练 这公司是为主 但是如果以交易训练的一个时间的话 我觉得实际上其实是不足的啦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一个月才一次 而且那一个月一次也不一定就是同样一个主题 它的主题会换嘛 那可能有消防安全啊 刚才说的话要传送或其他之类的一个不同的教育训练 就其实这样的训练不足的情况下 可能对于医院的安全 或甚至病患的一些权利呢 可能多多少少的 或许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也不是没有那个机会去产生这样的不利的影响 对 不过这个工作看起来是有一些训练 但是这些坦白讲这些所谓的紧急的状况 他非常重要 不是一个训练 而是熟人 就是有这个情况 其实不是你看完PPT 然后去操作几次你就会了 而是他们在很长期的这种经验之下 累计才有可能做一些临场的反应 可是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形态 工作的条件 恐怕这个所谓的经验的累计 也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嘛 不是吗 老师说的没错 其实就我所知 因为医院本身不提供教育训练 然后有公司 那公司在医院这一块的专业训练 其实所知有限 那资源也有限 其实坦白讲去也是敷衍了事 敷衍了事就是一个形式嘛 那其实这样的像老师刚才讲的一个危机处理 绝对不是说一次两次 或是看看PPT 或是看看一些网路节目就可以了解 或是甚至所谓熟人去处理这样的危机 其实对医院来讲是一个安全上的漏洞 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工作 或是高风险的地方 其实受害的不会是只有员工 一个东西没有做好 恐怕我们的病人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相互连单 因为医院的工作毕竟是一个公共卫生 也是一个公共安全的社会的一个照顾体系 恐怕这样的一个劳动形态 我真的会担心这个问题会很严重 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这个情况来讲 就是我们知道你们也成立了这个工会 就是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 在现实上面这些派遣的劳工 如果他们想要在自己的权益上面 能够得到保障 他们可以加入工会吗 会不会因为或者是说 会不会因为这种所谓的合约的关系 使得他们也不敢加入工会 会不会让这种工会的运作 其实是更为不难的 是的老师反映到我们真实的状况 我觉得老师真的很厉害 以现在派遣公经济弱势的一个真实情况来讲 加入工会对他们说是疑虑很深 疑虑很深 尤其是现在面临这个换约的情况下 很怕新公司会实质上的解雇 像说他说你加入工会我们不跟你签约 那其实就是一种 其实就是一个实质上的解雇 因为荣总反而就是需要这批人 那其实 但是目前来讲 新公司倒没有这样一个动作 是因为荣总很缺人 因为我们之前的抗议活动出现以后 隔天 荣总的一些基层主管就开始派人到各单位去 去了解说大家的这个工作情况 有没有这个矿子之类的 所以在以工会的参与来讲 很多派遣公司观望 那其实心里很想跟我们一起努力 跟我们一起征学 那爱与现实上的考量他们会却步不前 那我们一直在呼吁说 其实我们现在工会进入各种法律的保障 即便是进行罢工 即便罢工 然后医院或者是这个公司 找来新的人来支援 在罢工完结束后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回到各自的岗位 并不会有实质影响 但是因为派遣公某种程度上落差很大 对 有的人可以理解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规定 那有的是真的是比较 知识水平真的是比较落差 那可能还是会很很担心自己的范围不保 所以对工会的招募来讲 困难重重大 对的确是对于很多的劳工而言 其实吃饭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把这个放成 自己把它放在一个风险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是会去担心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不去用工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团结 甚至他本身就是一种筹码的话 那坦白说还是会被人家贾人告告 其实就是被人家人头青骨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个采与劳动的人 或者是在参与工会的人必须自己要去评估 那当然工会也必须要去协助解决这样一个焦虑 那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好了 就是看到这一种所谓的台湾的经济的这种发展的情况 很多人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又不好 环境又不好 那雇主用这个所谓的派遣工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那政府也在用啊 那政府甚至也想要让这个派遣工呃成为一个非常分事的一种所谓的工作的类型 因为虽然之前蔡英文在呃上一次选总统的时候她想要废除派遣 可是后来她其实完全不提这件事情的 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法律上面至少我们有一个期待 这个期待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怎么样去改变 即使真的是有一个派遣工的类型的存在 我们的法律也可以对我们有一些非常基本的保障 好那回答所问题那我先找看一下这个资料 那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讲 一个是现代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那跟未来的一个期望 那现在我手边有两个两份资料 就是一个份是政府机关运用劳务承拦参考原则 或者是劳动派遣权益指导原则 以及这一份 还有一份我找一下 好那先用这两份来讲 那以先来讲呢 行政院有这个行政指导 那它有规定一些对于派遣工的一些保护措施 相关的规定 其实大家去网络上搜寻应该找到 那我也不多讲不花这个时间 那以现阶段来说 其实政府是想把派遣工呢 拉到一个同工同酬 同待遇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碍于现实状况 雇主认定不明 所以它有一些 即使执行起来 派遣工还是矮人一姐 那可能在目前来的情况下 这个不管是行政指导 或是这个行政命令 其实它的拘束力都不够强 那未来呢 未来会有 其实也不是未来 它这个草案呢 我看好像也弄了 民国93年就开始弄了 那现在已经民国105年了嘛 那其实十年来 一直在弄这份草案 那对于劳工派遣 它确实有 有比较想把这个雇主认定 更聚焦一点 那但是问题是 团体劳动法这个 有关于劳工团结群这一块 它好像又 又没有去加强的一个 一些规范内容 那其实 在工会来讲 又 其实在实务上 又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 目前你们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或是在相关的法案上面 有什么样的计划跟规划 其实之前有跟 17号 这个月17号 跟劳动部做了一个座谈会 那就讨论到 这个保护草案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一些想法 可以跟老师报告一下 那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是 希望劳动部呢 能够完全地废止 派遣的试用 但是劳动部回复是说 以现实状况来讲 规范在3%以内的人力 总比例 这个总比例已经是 对现实状况来讲 已经是严格的考验了 那我们 当然站在 工会立场上去 就算你降到3% 那你那3%的人 才是更会极度弱势 更会极度弱势 不管是在权力诉求上 个别权力诉求上 甚至要主公会 更是难散加难 然后身份上也会更被一种 在劳工的地位上可能 会被歧视 这个心理上都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完全地废止 这样的 那 不管怎样 未来呢 我是觉得说 劳动派遣草案的一些相关规定 直接就把它引用到劳动基准法 来做相关的修订就可以了 不用再特别去做特别规范 就好像目前的 我们的多元成家方案之类的 我们好像有些律师是反对专法 这个其实在心理层面上 或许是异曲同工之妙 是的 是这样的情况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固执务 他们其实不愿意去用正式的员工 因为我们的法律 或是我们的政府 为他们开了一个门 而这门似乎是越开越大 最终受到损害的 我想绝对是我们这些所有的工作者 所有的劳工 所有的劳动者 也许你还不敢加入工会 那没关系 那个很需要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 跟过程 可是最起码 我们要开始关切的是 这个有关于派遣劳动 特别是法令的修正 就刚刚谈到世青的说法 最好是不要这样的东西的存在 就是不要有所谓的差别性的 这种所谓的劳工 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要得到的是 相同的平等的权利 今天非常谢谢世青 谢谢老师 下次有机会再跟你做讨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